欢迎来到7 video 今天我们会来讨论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跟 oligopoly 我们先开始 我们先来知道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的定义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它就是 它是一种竞争 它是一种竞争 它有一些特征 是跟 monopoly 跟perfect competition 是有相似点的 然后在这边我们要知道一个词就是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也就是 这个是一个 这是很多市场上面的 这些公司他们会 使用就是这种 行销方式 来 让他们的产品 看起来是跟 其他的竞争者 是不同的 这个底下我们会讨论 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说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它就是一个市场是 有这monopoly的特征 也有perfect competition的特征 我们先来看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的特征 这边有五个 第一个是downward shopping demand curve 也就是跟我们的这个AS的 这个demand 跟supply curve是差不多一样的 就是你的价钱越低 你的demand就越高 所以这个公司呢 它是有这个 它对这个 价钱的控制是有的 它可以控制价钱 然后当你有降价的时候 你的那个产品 的这个需求就会提高 然后第二个就是 但是它没有或者它的 barriers to entry 是很低的 ok 所以这一个公司 它可以 就是 加入这个市场 如果讲 这一个目前的 已经在制造出 这个abnormal profit abnormal profit就是 它赚到的 就是它 得到的这个 它有得到 就是 就基本上它赚到钱 ok 然后 manifirm 所以就是很多个公司 所以当 你这个公司它 改变价钱 它会影响到其他竞争者的 这个 的销量 ok 比如说你降 降降降降价钱 比如讲说 可能 现在我有五个手机品牌 这五个手机品牌 它说 卖的价格 for每一架手机 是一千五百块 每一个都有差不多一样的规格 但是 这五个它们可能有不同的 屏幕 可能不同的电池 但是基本上主要的规格 是差不多一样的 那现在突然间有一天 可能 呃 品牌X 可能它把它的价钱 降到一千三百块 自然而然的 大家可能就会 选择购买 品牌X的这个手机 因为它的手机 降价200块 所以自然的 它的需求 就会提高 所以这个 就会让其他 那个四个 品牌的产品 的手机的 那个需求 就会降低 ok 所以通常 在这个情况之下 通常都是降价 会比较多人买 ok 第四个就是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因为这个公司呢 它是有面对到其他的 这个 品牌的这个竞争 就像我刚才讲的 可能 五个产品 然后五个手机 然后价钱是千五块 然后差不多一样规格 所以这个公司 它就要想办法去 呃 分辨自己 就是不要让你的手机 好像跟其他手机的 这个 就是 就是 就是要让大家看得出 这个手机 虽然说它规格是差不多一样 但是它是有分别的 所以呢 为了要让 让自己有 可以分辨出来 就是 就是要提高 这个brand loyalty 还有提高 这个 呃 广告 ok 拿一个例子 好像比如讲说iPhone iPhone呢 呃 大家都知道 iPhone为什么会这么的 受欢迎 而且它的需求量 为什么这样多人会使用它 原因是因为iPhone跟Android手机的差别 就是 因为iPhone手机 呃 它的系统 只有 呃 这个Apple 就是苹果公司 他们才才能够 就是在他们手机才能够安装的 其他手机品牌 好像比如讲 Google啊 Samsung呢 是 呃 是通常都是使用 呃 Android系统的嘛 所以呢 很多人 当他们想要就是 可能如果他们对这个 呃 反应度 速度 还有这个软件更新 比较要求 他们自然然就会偏向去使用 呃 iPhone哦 然后可能很多人如果是 不是很特别要求就是 呃 就是 呃 系统更新啊 还是通常都是比较想要 可能 呃 价格比较便宜的手机 他们通常都会选择使用Android手机 但是 很多 大部分的苹果 呃 iPhone使用者 或者iPad使用者 通常如果他们用到了iPhone 或者iPad 通常是不会想要换去另外一个牌子 原因是因为 iPhone和iPad它的功能 确实有一些功能是Android使用者是使用不到的 比如说Airdrop还有还有这个 呃 Airdrop还有这个 呃 AirPlay 这两个东西是只有 呃 iPhone iPad跟Mac 跟Mac系列的电脑才有的产品 所以很多很多人可能会因为想要保留这些 功能 他们就会选择继续使用 他们的这个呃 苹果的这个牌子 所以他们可能换的手机或者换的平板电脑 通常都会是iPad或者iPhone ok 然后 呃 所以呢你会看到它的demand呢 是不会是perfectly price elastic 因为只有在perfect competition 你的demand才会是price elastic 因为每一个firm都是price taker 但是因为你这个 market呢 它是有 它是可以分辨的出那一个产品 它的 它跟另外一个产品它的差别在哪里的关系 所以呢它的demand不会是perfectly price elastic 就像我刚才说的 关于到那个苹果手机 跟苹果的平板电脑这样子 因为有很多人他们就会很想要这些功能 所以他们就会选择不要换这个 品牌 他们就可能会选择继续使用这个品牌 所以即使这个东西 这个产品它的价钱可能会稍微比较偏高一点 还是会有很多人选择继续购买这个手机 跟这个平板电脑的 因为 因为他们对这些功能 或者他们已经很习惯了他们这一个 呃 这个 这个 这个ecosystem ok 这个生态 所以呢 呃 所以这个就是 brand loyalty 还有就是为什么demand 不是perfectly price elastic 然后在一个 mono plastic competition里面 它是没有dominant firms的 就是说 没有一个 企业是独霸整个市场的 ok 每一个firm都可以set自己的价钱 ok 每一个firm都可以set自己的价钱 可是 可是没有一个firm是独霸这个市场 就是说 呃 没有一个 产品是可能拥有60% 70% market share 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个市场上有可能很多个不同的firm 有可能有六七个 有可能有十多个firm 二十多个firm ok 然后 所以他们每一个都可以set自己的价钱 然后他们可以就是用这个 product differentiation的这个strategy 来分辨得出他们产品的区别在哪里 ok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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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不 所以就是 通常以其是说价钱不 不然就是 嗯 除了价钱之外 这个brand loyalty跟 advertisement 也是对他们来讲也是相当重要的 ok 然后在short run跟long run 这个就是我们的short run equilibrium 你的short run equilibrium 我们的demand curve基本上会是我们的average revenue 因为 我们的average revenue就是 就是 呃 我会从这个产品 我所得到的平均的这个 就是 我可以赚到的钱是多少 可能比如说可能我买 可能我卖的出可能100个这个产品 可是我卖的价钱可能是5美金 所以我的average revenue 会是5美金 ok 然后可能我的margin revenue 本来我可能如果我卖这个产品10美金 我可能会得到margin revenue是 可能是 6美金或者5美金 因为通常margin revenue 会是比你的average revenue 要低的 ok 因为average revenue 是你把所有的这个产品 乘上他的price 啊 对 然后再除掉这个quantity 可是margin revenue 是你算 那个最后一个产品 最后一个unit 的那一个你所赚到的additional revenue ok 所以这个是他的差别 然后in order to increase 或者是 sorry 要maximize他的profit 就是我们要把他的那个profit 最高化 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marginal cost 等于我们的marginal revenue ok 所以就是 我的cost 我的additional cost是这样 我的additional revenue也是这样 ok 所以呢我已经把我的revenue给 最高化了 所以就就是在那个点 他的marginal cost 跟marginal revenue是一样的 所以我赚到的利润是最高的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quantity是Qs 我们已经碰到mc等于mr的这个curve 然后 我们碰到ar的时候是在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然后 我们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所赚 我们现在要 把我们的average revenue 再乘以我们的quantity 减掉我们的average cost 乘以quantity 来得到我们的abnormal profit cost 就是我们要所付的费用 总平均的费用 revenue就是我们所得到的这个 总平均的这个利润 我们所赚到的钱 ok 在减掉cost我们就会拿到这整个area ok 所以我们firm会make abnormal profit 不过在这个情况之下 通常在short run 就是在短时间里面可能一两年 在一两年里面 通常都会是 比较少企业的 比较少公司的 所以比较少公司的话 基本上就会有比较少的这个 比较少就是 因为有比较少企业关系 所以通常很多人 在这一两年里面可能 你可能那个时候只有五个品牌六个品牌 可能很多人是还可以赚到一个abnormal profit的 可是过后如果突然间有讲二十个品牌三十个品牌 这样你已经是很难去赚那个abnormal profit了 基本上是normal profit 这个等下我们long run我们就会看到 ok 基本上在short run你就会比较少企业 ok 然后这个long run呢 ok确实就只能够赚abnormal profit 因为现在你有很多个企业关系 通常在这个时候 你为了要提高你的sell量 你就会去制造更多的广告 当你制造更多广告的时候 你就会提高你的average cost 当你的average cost提高的时候 通常很多人 他们是不想要 做亏本生意嘛 所以呢 在这种时候你要赚normal profit 也就是ac等于ar 也就是在p1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这 在这边 ok 然后呢ac等于ar的概念就是 我没有赚我也没有亏 所以呢 你会看到我们还是一样 为了maximize profit 我们还是要做amc等于mr 不然我们就是在做亏本生意 所以呢我要maximize我的profit 然后也刚好碰到我的ac curve 所以呢我所赚到的钱就是 P1乘以Q1 呃我所赚到的 然后 在除掉我的 减掉我的cost的话 就是零了嘛 就是 已经是normal profit了 为什么 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的avertising提高 你的average cost也提高 ok 所以这个是long run equilibrium 然后under moral policy competition 你是无法达到p等于mc的 因为p等于mc的概念就是 你的价钱必须要跟你的marginal cost 是一样 可是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是没有的啦 ok 虽然说我们的mr等于mc 但是我们的p是碰到ar的 ok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p是碰到ar 我们的mc是比我们的比较低的 ok 所以这个时候你是赚到 abnormal profit 可是他没有allocated efficiency 然后呢 再加上因为我们在long run的时候 我们提高我们的advertising 导致到我们浪费我们的资源 又提高我们的average cost 我们可以看到ar等于ac嘛 所以我们的虽然说我们的这个mr 还是碰到mc还是有profit maximization 但是我们的price没有在p等于mc 反正是更高 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赚到一个normal profit 我们赚到一个normal profit 我们赚到一个normal profit 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没有allocated efficiency 所以呢在这个 所以在这个 所以在under这个monopause competition里面 我们是没有 我们是没有allocated efficiency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价钱 是没有等于mc 然后在long run呢我们都是 在long run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 赚到normal profit罢了 也就是这个部分 ok 然后 然后 这个就是monopause competition 现在我们来看oligopoly oligopoly基本上就是 这个市场的只有几个卖家 然后这个每一个firms 他必须take account of 他的rival firms in the industry ok 然后我们有一个词 然后懂的就是non price competition non price competition 基本上就是这个firm 他讲竞争 他是通过他的广告 他的那个品质 还有他的设计 按个oligopoly的characteristic 我们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只有几个firm 他会dominate这个market 当然economies of scale还是存在 但是因为在如果讲这个market 有很多个firm operate的话 他基本上是很难达到 他的最低的这个efficient scale 第二个是barriers to entry 很难让这个firm freely enter exit the market 可能你进这个市场 你可能需要license 但是你可能需要申请很多个执照之类之类的 所以导致到你上cost很高 所以让你如果进这个market的话 可能你会损失很大 你退出可能你损失也会更加大 所以不是说你要进就进这样子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strategic interdependence 就是这些企业他可以选择就是成为这个敌人 或者是他们可以合作 如果他们合作的话 就会让整个oligopoly 变成是一个monopoly 就是他会保他会在一个monopoly spectrum 就是他们可能会搞到他们好像是一个 堵怕整个市场的企业 可是如果他们选择去竞争的话 他们就会变成在competitive end of spectrum ok 这边我就给一个例子 好像比如讲马来西亚就好了 马来西亚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大概八升股 在八升股我们这边是有LRT MRT 跟KTM的嘛 还有包括一个ERL 所以那比如讲说这边我们从 八升去到单球马链 这边有一条线叫做 KTM的这个port claim line ok 然后这边 然后这边 从这边下去 也有多一条line 叫做KTM十万般line ok 他们都有几个共同站 其中几个就包括Kuala Lumpur KL Central Putra 还有这个 Begnagara 然后 除了KTM的line之外 我们还有多几条line 比如说 这个我可能要移上一点 OK 好像比如说 嗯 换一个颜色 这一条红色的 这一条红色的line Ampunk and 3-point line 也是underbill KL 然后从KL Central去到KIA 有多一个是ERL 然后最近的MRT 然后最近的MRT MRT有MRT1跟MRT2 因为这边已经没有位置了 我就直接写MRT1跟MRT1 MRT1的话是 差不多这样 这个是MRT 卡将来 OK 所以这个单单只是八升股的 这个交通系统而已 所以呢 你会看到KTM呢 你会看到KTM的 的线 是 怎么说 他是 他就是 他就是 他就是自己的站 OK 然后 Rabbit KL也是有自己的站 MRT也是有自己的站 然后呢 这个MRT呢 他不是 他不是属于Rabbit KL的直公司 他是属于政府的直公司 然后Rabbit KL 只是拿来操作 就是他只整 操作整条线而已 KTM呢 他 也是自己的公司 然后他也是操作自己的线 可是想象一下 如果现在 他们打算竞争的话 这样是不是Rabbit KL 如果他想要在 这边 Port Client这边 旁边再加多一条线 这样其实也是可以这样子做的 如果说今天他也打算要打这个 他现在可能他不想跟他不想要Operate MRT 他选择去这样子 他也是可以的 他就在旁边再加多一条线 如果他真的选择这样子做的话 就会代表说他们现在在整进整 可是以这样的情况来看确实是Oligopoly 因为他们在这边是有一个共同站 这边几 这边有几个共同站 这边也是有一个 这边也是有一个共同站 然后 然后这边也是有一个共同站 所以呢 所以 所以 因为现在如果说他们选择进整 他们可以在旁边加多一条线 可是他们现在算是 Oligopoly 原因是因为他们只有几个公司来操作 只有几个公司来操作 然后 在 在这一个KTM跟Rabbit KL这边 他这个站其实是 可以很快的让这个 使用者呢 是立刻可以转去另外条线的 同样给的其他这几个地方也是可以的 所以呢 所以如果说现在他们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他们确实是算是 他们算是在合作的关系之上 之下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好像 这个八神谷的这个MRT系统 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他就算是一个Oligopoly 然后 我们来看一下Game Theory跟Prisoners Dilemma Game Theory基本上就是 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Theory来看 就是这个市场上的这个 这个Oligopoly的这个市场 这个 企业他们 讲指的这个互动 OK 然后这个Game Theory 我们可以用这个Prisoners Dilemma 来当做这个例子 现在我 这边是一个监狱 现在我这边有一个监狱 然后现在我有两个Prisoner 第一个Prisoner是Prisoner A 第二个是Prisoner B OK 现在这个Prisoner A跟Prisoner P 基本上是 OK 现在比如说Prisoner A是那个犯罪的人 Prisoner B可能 他有 他可能是共犯 他可能是有 目击一切的 他可能是跟Prisoner A一些 可是Prisoner A是中犯 OK 现在如果讲Prisoner A 他选择去 呃 直接说他 他承认说他自己是那个 呃 他是真的是有犯罪的人 他可以得到 10年的 这个 就是他可能会被监禁10年 10年 然后Prisoner B如果他也 confess的话 他也是会被监禁10年 但是如果说 Prisoner A他现在选择去 呃 confess 呃他选择去承认 呃 可是Prisoner B他选择去拒绝 可是问题是这个法庭已经有一个 已经是可以 已经有证据可以说他们是已经犯罪好的 这样会导致到Prisoner B 犯呃就是 就是 变成他坐牢15年 反而Prisoner A他不需要坐牢 可是想象一下 如果现在是Prisoner A他选择去 不承认 然后Prisoner B他选择承认 这样子的话会是倒反过来 反而现在是Prisoner A会坐牢15年 Prisoner B他就不用坐牢 可是如果两个都一起refuse 两个都有5年的这个 在监狱里面的时间 可是现在重点是 如果是forPrisoner A 他会怎样子选择 现在两个人是无法沟通的 他们两个都在不同的这个 监狼里面 呃他们 他们是不 怎么说他们是无法去 知道说对方在想什么 比如说现在如果讲 Prisoner A他现在选择他 不想要就是承认 呃如果讲他现在选择 如果他要承认 因为他他就自己已经知道他已经做错了 然后如果他再去不承认下去 然后他已经是有办法就是 那个法庭已经有办法可以去证明说他是 有犯罪的 这样如果说他不承认的话 这样他 做更久的劳的几率反而是更大的 像反正如果说现在 Prisoner A他 如果讲Prisoner A他选择去承认 然后Prisoner B他也选择承认 对他来讲也是好事 因为两个都十年监禁 如果说Prisoner B选择 Refuse的话他反而更加好 因为他就不用坐牢 但是现在如果说他选择 Refuse 这样子的话他可能有一个情况是好 可能有一个情况是不好的 如果他情况不好的话 就是说那一个Prisoner B他选择去confess 可是他却选择去Refuse 这样他可能要做15年的牢 然后如果是说两个都一起Refuse只有5年 可是现在问题是他们已经是犯罪了的 所以如果他们去Refuse的话他们反而 像是说他们只有5年的这个时间 坐牢的时间 但是问题是他们两个是无法沟通的 所以他们肯定就选择那个对他们 具有利益 具有利益就是两个都必须要 承认自己的这个 有没有做错的东西 这样子的话他们才会 比较好比较把握得到这个10年的这个 做监牢的这个时间 所以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词 第一个是dominal strategy 这个情况是当这个 player的这个最好的strategies 跟其他人是 就独立的就是不是跟着别人的 我没有问起别人的意见来 做出我的这个最好的战略 好像比方说我在打篮球 还是我在打什么球都好 也是要有我的strategies 我的strategies呢 我是没有去想别人的 可是我去想说哪一个对我是最好的 outcome 同样的nash equilibrium 他的situation是当这个player the strategy 他maximizes他的payoff 就是我得到的回酬是 我可以得到最高的回酬 这个也是要看这个其他player的情况 可是如果我讲现在 我们看这个christna dilemma 如果我现在选择confess的话 我爱的就是10年 对方也是10年 不然就是我0年 然后那个对方15年 所以讲的好 对我来讲我的好处还是有了 至少我不需要坐牢15年 然后对方自己0年 这样对我来讲反而我会很过意不去 所以我还是会选择confess 所以对方怎样选择好 我们两个都是 就是就算是 得到不好结果也好 至少 那个人他也是得到一个不是特别好的结果 可是如果说是我refuse的话 这样我得到0年 这样对我是最好啦 当然 所以呢 所以这个strategies呢 就是可以maximize他的payoff 所以这个就是nash equilibrium的定义 ok现在我们来讲contextmore market 基本上这个市场就是当这一个 目前有的这个企业他只能够赚normal profit 我在这边指normal profit 就是他的price 等于他的ac curve的最底部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p3q2 ok在这个部分他 他基本上是无法允许其他的企业进来 因为如果他们进来的话 他们也是无法赚到abnormal profit的 那现在如果说你的那个price呢 是高过你的ac curve的话 其他的企业家是可以有机会进来这个市场 以更低的价钱来卖出 那个产品同时他们还是可以赚出一个ammo profit 所以当你produce在minimum point on ac curve的时候 基本上其他企业是不能够再进来了的 如果现在这个企业他打算要在Q1 P1制造 这个产品的话 他确实是可以赚到钱的 因为你的因为现在你的profit maximization的point 就是当你的MC等于MR 你MC等于MR的话 他quantity就是Q1 然后呢 Q1然后呢这个price呢是P1 然后P1 然后当我们的这个Q1他动到这个AC curve 的时候是在P2 所以你这个P1到P2 再扯这个Q1整个area 就会是你的ammo profit 如果现在那个firm他打算要在P2跟Q3 制造这个产品的话 他会得到normal profit 所以可是即使如此呢还是会有firm会选择想要去进来这个市场去制造这个就是他会进来竞争 因为毕竟这个价格还是保持在AC值上的 所以最佳方法就是当你的这个P等于AC on minimum point有AC也就是Q2P3 如果你知道Q2P3的话你的这个 他的最低的average cost 来造这个产品 所以呢通常在这个point的话很少企业会想要进来 因为他们基本上是不能够赚到很多钱的 所以他们可能会选择必要进入这个市场 一个企业如果必要其他的企业来竞争的话 基本上他就会制造在minimum point on的AC curve 所以这个chapter就到这边 希望你们可以明白 如果有任何不明白的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然后记得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给那些可能需要 複写A2Economics的人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拜拜